进来吧 坐下吧 报团长 警戒部署完毕 保持警戒状态 是 姬美娟 你在想什么 我不懂这是怎么回事 好 那我们 今天就从你是怎么入伍 这个话题谈起 静女娟 你是怎么入伍的 我入伍的前前后后 马团长他都知道 你要直接回答政委的问话 我是被土匪打伤以后 扔到死人堆里的 是团长他们 亲手救我出来的 我无家可归 部队就收留了我 听说 当时你是自己给自己包扎的伤口 姬美娟 你能不能在这儿 给我们演示一下 当时你是如何进行自救的 你很熟练啊 姬美娟 你肯定接受过 战地救护训练 姬美娟 你左臂的枪伤是谁打的 是月梁的时候 土匪打的 我问的不是第二枪 是你自己给自己包扎的那个第一枪 也是让土匪打的 看来你这是要逼着我 掩饰一下当时的过程啊 首长 我真的不太懂你的意思 这么说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了 你不是不知道 你是不想说 也不敢说 好 我就来给你说个明白 姬美娟 你这一次负伤 也就是你所说的 在运粮的时候负的伤 这一枪的确是土匪打的 是一个真正的土匪 从远处向你射击的 他入口很小 出口很大 而且没有灼伤 这是个常识 而你自己给自己包扎的那个伤口 进口大 出口小 有明显的灼伤 现在你该明白了吧 这就说明 射出子弹的枪口 距离你的伤口 还不足十公分 我问你 哪个土匪 会在离你这么近的距离内 向你开枪 几位军 这分明是你受了上司的委派 为了打入我军内部 而演的一出苦肉计 别动 金美娟 我终于看清你了 我终于看清你了 精忠报国 精忠报国 报告 进来吧 政委 玉良 今天咱们不谈工作 我来请你喝茶 我这儿啊 给你起好了上等的白毛茶 尝尝 我这茶的味道怎么样 喝得太快 没品出味来 那这茶你不是白喝了吗 我喝茶呀 也就是解个渴 哪像您呢 还品品味 不过我这喝下去以后啊 先是感觉苦苦的 入口回味呢 还有点甜 是啊 小马 这喝茶呀 有时候 就跟做事是一样的 光入口还不行哦 你得 仔细的品一下 这茶中的滋味 才能够感觉得到 啊 政委 我知道了 哈哈 玉良啊 你看起来 随像一个武夫 其实什么事 一点就偷 哼 昨天我跟你说 集美娟的暴露 是一个契机 让你去考虑考虑 如何利用好这个契机 开展下一步的工作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啊 我想 应该立即对他进行突审 如果他能够端正态度的话 我们就可以争取他 弃眼同名 嗯 进而 从他那里 获取我们近角乌南山 所急需的情报 你有多大把握 这可说不准 我只是觉得 他一个女孩子 总会比曹泽英好攻破吧 嗯 你这种判断是有道理的 但是呢 也要考虑到 另外一种 反向的结果呀 从根本利益上来讲呢 他毕竟跟我们是对立的 所以我们呢 还是应该 做好两手准备 另外啊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在突审他的时候呢 还要注意摸清 和他有可能有关联的一切问题 所以呢 我想让你一起啊 参加对吉美娟的审讯工作 政委 我 我还是别参加了吧 为什么呀 现在我知道他是特务了 我能够保证 和他彻底的划清界限 嗯 可是我这心里 总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我怕 这会影响自己的立场 哈哈哈哈 我就喜欢你这种 非常透明的性格 你既然悟到了这一点 那就等于是给你自己 打了预防针了 我相信 你会更加自觉地坚定立场 谨慎 而有勇气地面对现实 好 报告 哦 叶华 进来吧 好 玉良总之也在啊 好 钟师姐 嗯 我是来给你送 蒸凉的材料的 给 哦 好 叶华 还有别的事吗 哦 也没什么事 嗯 啊 钟书记 听说集美娟被捕了 嗯 对啊 我们已经把他也抓了 哦 正准备审讯他呢 杨华同志 你能一起参加吗 哦 也好 我原名叫兰君 我父亲是吴南山的手下 在我七岁那年 我父亲为了救吴南山 被民团打死了 之后 吴南山就收养了我 他把我当成亲生女儿一样看待 供我吃 供我穿 还请先生教我读书写字 而且 他还告诉我 当土匪的都不得好死 所以 他就一直把我寄养在山下 前年 他突然派人把我送到武汉 学习了谍报技术 我开始并不明白他的意思 就是觉得好玩 后来 你们就来了 我就被派了过来 被他们通风报信 金美娟 你在独立汤卫生队 从事谍报活动期间 都从什么地方 从什么人那里 得到了情报 我 没有 主要还是在卫生队 那人来人往 情报比较容易泄露 那么 在你从事谍报期间 最后一次向吴南山传递的是什么消息 从哪里得到的 是咱们 不 是你们 调运粮食的情报 金美娟 你刚才说的这个情报 你是从什么地方 什么人那里 得到的呀 这个问题 你可以不回答 可是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 没有把这个消息 及时地传递给吴南山呢 好 这个问题 你也可以暂不回答 不 我可以回答 在吴南山那里 受到的宣传 是解放军杀人如马 共产共期 可自从来到独立团以后 我发现 那些都是骗人的 只有解放军 和共产党 才是真正的爱护老百姓 而那些土匪 恰恰相反 他们只会祸害老百姓 最后一次 给吴南山送情报的时候 我就已经下定了决心 从这次以后 我要永远留在独立团 再也不帮他们做事了 金美娟 除此以外 就没有其他原因了吗 没有别的原因了 就没有人 跟你通风报信吗 没有 解放军 都是有觉悟的同志 他们怎么会给我通风报信呢 你比我钟诗云 还了解我自己的人呢 金美娟 我再问你一次 你必须如实回答我 到底 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确实还有一个原因 马团长 他告诉我孕梁计划的时候 说孕梁之后 就要明确我们的关系 那个时候 我是真的想和他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 如果要想和他在一起 就再也不能做 对不起他的事情 咱们呢 先不谈这个话题了 金美娟 你既然已经改变了 对共产党 对我们解放军的看法 我想问你 你能不能 为我们做点事情 你说 做什么事情 按你以前 跟吴南山联系的方法 给吴南山发个情报 就说 曹泽英 已经死了 吴南山 对我有恩 没有他 我活不到现在 即使我不再帮他做事了 但我也绝不能 做害他的事情 金美娟 你老实点 顽抗到底 只有死路一条 团长 如果我侥幸没有被发现 如果我还能继续留在独立团里 我对我的生活 会充满希望 可现在 我看着我这双 沾满了战士们鲜血的手 我的一切梦想 都变成了泡影 现在 我 真是生不如死 玉良啊 你未免有点太心急了 哪有这第一次审讯 就能让金美娟来一个 180度大转弯的 这根本就不现实了 依我看 能取得现在这个结果 已经很令人满意了 最起码我们把 金美娟的底数 彻底摸清 你别看他现在不说 他不是不想说 他是不敢说 他知道自己恶贯满盈 说了也没有用 必须接受审判 必死无疑 这个问题呢 是有点难呢 但是我们下一步 要进一步加强 政治攻心工作 小之以礼 动之以情 跟他说 国民党许多 比他大几百倍的战犯 更是双手 沾满了人民的鲜血 由于自己有 重大的立功表现 我们党 我们的人民 不是一样宽大他们了吗 吉美娟 他还是个年轻人 你可以对他说 只要他有立功表现 多做一些对人民 有利的事 我们的政府 一样可以宽大他们 关注的 山野 沈樱那边没有消息 肯定是还没有得手 都吃一些白吃饭的废 曹子英随时都可能被攻击利用 带着他们来攻打大营 山野 不如我今天夜里 再发个信号催催神英 实在不行的话 阿齐 那就有劳你再走一趟 是 山野 司令 司令还在为神英没有消息 而烦恼吗 兵科派员 已经三天了 神英那边毫无动静 您说烦心不烦心呢 曹子英一天不死 老夫是一天不得安宁啊 司令 马某有个拙见 不知当讲不当讲 哦 科派员能指点迷津 老夫是求之不得呀 请坐 请坐 请 行 司令 为何不用我们抓获的那名共挡 去换回曹子英 特派员有所不知 曹子英既已被俘 按大营的规矩 继承废物 现在只需将其灭口 不再危及大营的安全即可 实在没有换回来的必要 司令 交换之意 并非只是为了换回曹子英 而恰恰是为了大营的安全 哦 与马某愚见 神英到现在还没有消息 无非有两个原因 一是共军 对曹子英 堪管严密 神英 无从得手 二是神英 已然失守 或被俘 或捐躯 曹子英呢 到底反水没反水 我们不得而知 现在 我们必须尽快地知道这个消息 交换战俘 实际上是火力侦察 如果共军同意交换 则说明曹子英 还没有反水 反之则证明曹子英 已经反水 共军要把他留下来 从他那里 得知更多的大营的情报 制定 攻击大营的计划 科判员的推断确实成立 阿齐 赶快和共军联络 尽快交换俘虏 这个小爷 左书记 我是来拿饭篮子的 好 大妹子 来来来 进来吧 我去帮你拿 给 这饭菜还合你口味吧 看你说的 你做的饭 怎么会不合口味呢 这是 左书记 我知道你有些话不好说 不说就不说吧 反正咱俩是茶壶里煮汤圆 心里有数就行了 大妹子 大妹子 左书记 你就别为难了 我不是说了吗 咱俩是茶壶里煮汤圆 心里有数就行了 大妹子 左书记 回去吧 慢走 你去吧 司令 将必又有喜讯传来啊 这次回岛 给那个镇委书记 编演了一出好戏 这个镇委书记 已经上钩了 司令啊 你这是党政军 全面开花呀 禀山爷 戏传给共军了 他们说 明天开个会 研究研究 再给回音 好 大家应该想一想 现在姚红 在任受着什么样的折磨 我同意 立即和吴南山 进行交换 用曹泽英 换回摇红 至少我们手里 还有一个吉美娟嘛 曹泽英 又死不开口 我认为 吉美娟更有希望 弃暗投明 钟书记 我不完全同意 玉良 同志的意见 我认为 吉美娟到现在 还没有开口 他的最后 能不能帮助到我们 这还很难说呀 嗯 好 玉良和严华 说出了两种意见 我认为都有一定道理 至于 曹泽英和吉美娟 这两个人 能不能为我们所用 这的确是个 很重要的问题 可我们 也不能单纯的 仅仅从这个方面考虑 我认为啊 目前吴南山 这么急于主动地 提出战俘交换 这背后 势必还隐含着另外一层 不宜被察觉的 潜在意图 除了交换俘虏之外 他们会不会是在 对我们进行 某一种试探 我们不妨想一想 如果我们拒绝 交换俘虏的话 他们是不是会认为 曹泽英 已经被我们 成功策反了 很有可能 为我们所用 不日 我们将进攻 他的老巢 吴南山之流 可非等闲之辈啊 如果他们 启程而走 给我们留下一个 空空如也的山洞呢 这样一来 我们就等于是 自己打草惊蛇 那就真的给我们 今后 进军吴南山老巢 增加了新的困难 况且 上级首长 对于我们如何 进脚吴南山 也还在权衡之中呢 这一切 都要等待我们 对展西方 策反的结果如何 才能够最后确定 因此 我认为 目前我们还必须 要稳住 吴南山 让他把曹泽英 给换回去 以免他们 在我们大规模 进脚之前 发生变故 我同意 政委的意见 哦 好 杨华同志 啊 你看呢 哦 刚才 我没有考虑到 吴南山 还有这么一层 试探虚实的意图 啊 我的意见 有些片面 我放弃我的意见 同意用曹泽英 交换妖狐 他们已经同意了 是的 同意了 明天上午 在大虚东边的 张树林里面 交换人质 嗯 特派人 你的意思是 你看 我们是不是明天一早 先派一队黑衣神兵 隐蔽在张树林的外面 严密监视 共军的行动 如果确认共军的行动 没有异常之后 就发出信号 我们再进入张树林 交人 嗯 特派人所言及时 这件事情 就交给你来安排 山爷 您放心吧 嗯 果然不出特派人所料啊 昊泽英还活着 可是我的神鹰 就凶多吉少了 哎呀 山爷 您过滤了 神鹰自下山以来 屡见其功 从未失守 而且以他的身手 临危时刻 求得自保 那还不是 三个指头 剪填罗 是哪就问 阿齐啊 你不用再安慰我 曹泽英已经废了 如果神鹰 再遭此不测 那老夫就要连失 两般力气 童心啊 司令 神鹰哲义 固然令人惋惜 可我大营 并不会因此失去 铭木和聪耳啊 特派人是什么意思 哈 啊 党国的组织 虽然已远离大陆 但谍报精英 却遍布神州 阿某日前一与三江地区 一名长期潜伏于 共军内部的 特工人员联系上 这个人 是军统高级特训班 正统出身 施展作为 恐怕别系神鹰 会更高一筹啊 哦 司令 凭着你我的交情 马某实在不该隐瞒什么 事关军统绝密 我也只能把话说到这里了 哎呀 事已至此 还做这种藏藏噎噎的儿童游戏 实在是令人沮丧 司令和派员 你不必再说了 我现在忧虑的 不仅仅是 神鹰被捕后 谁为大营输送情报 而是神鹰 对大营表如指掌 我们这次 就算换回了曹泽英 如果神鹰真的被捕 他就很难抵挡住 共军的宣传攻势 那大营的安危 可就锦旋一线了 哎呀 马某实在没有想到 神鹰哲义 会对大营的安危 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司令 我这就去 与那位特工人员联络 让他迅速查明 神鹰的情况 报与司令 定夥 那就拜托了 我已把电台 安放在了 你指定的地 你回去查明 神鹰的情况之后 立即电告于我 然后封存电台 继续潜伏 不到忘不得已的时候 我是不会轻易启动你的 是 长官 保证 是 长官 赵 是 长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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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是 长官 沙 是 长官 是 长官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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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